那在上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是静态品鉴了 哪吒L这款车 我觉得它的一些设计细节呢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首先建儿们非常喜欢的 彩电冰箱大沙发 它是给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 而且我觉得这款车呢 在外观设计方面呢 也是比较吸引我 它是采用这种非常简约的设计理念 但是呢又不乏这种 时尚运动的造型体现 在内饰方面呢 科技感也是给我们拉满了 15.6英寸的双连屏 看上去是相当的爽 在空间底线方面呢 满分10分 我也可以给它打9分的 什么一个高分 那最重要的 我觉得它这个舒适感的呈现 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座椅的厚实填充度 以及非常贴心的那种按摩功能加持 都让我坐在车内感觉舒适十足 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 是罗子是马 踏出来溜溜 所以作为我们代步伙伴呢 一款车呢 真正还是开上来 它的感觉到底如何 我想大家肯定非常期待了 这个系统呢 它可以实现最长的纯电续航 达到310公里 而且在同级别中呢 增程领先综合续航 可以达到1300公里 这么一个综合续航的表现 宁德时代的电芯 可以达到40.27千瓦时的大容量 170千瓦的大功率电区 百公里加速 最快可以达到7.3秒 而且它也可以轻松实现 这种超快充电 充电10分钟 续航增加100公里 30%到80%充电呢 仅仅需要25分钟 能站而给我们提供了 四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节能 舒适 运动 以及呢单踏板模式 那在两点一线代步的情况下呢 我更多选择这个舒适模式 舒适模式状态下呢 它整个能够呈现出这个 动力响应呢 还是比较积极的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这种快点加速呢 也是非常有劲 那如果呢 你想追求这种比较激进的 驾驶模式状态下呢 你就把它打到这个运动模式 在这个模式加持下呢 感觉能站而有一个 非常优雅的绅士 变成了一个血脉膨胖胀的青年 双双身踩一下油门 你就会觉得 它有一股向前窜的态势 那因为呢 我是一个新能源的老司机啊 所以呢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单踏板模式 在这个模式的驾驶下呢 你觉得开车就是更加的轻松了 抬起油门状态下 它这个拖拽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在这个走走停停的堵车路段 开启这个驾驶模式 还是挺让我们省心的 在能量回收方面呢 它分为高中低三的 低档及中档的情况下呢 表现还是非常温柔的 你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开启油门的情况下呢 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拖拽感 当我们把能量回收的切换 到高档这么一个情况下呢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拖拽力度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呢 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很突兀的感觉 所以呢 整体的舒适度还是能保证的 在转弹方面呢 给我们提供了舒适标准 以及运动三档不同的选择 舒适模式状态下呢 整个方向盘呢 显得很轻盈 但是在灵活的同时呢 也不乏这种沉稳的表现 所以呢 我们女生是完全可以 hold住这个方向盘的 在运动模式状态下呢 它这个转向力度呢 显得更加的沉稳 当我们进行一系列 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也会提升我们驾驶的自信心 最重要的是提升驾驶安全 在悬架方面 能载L是采用了 前迈佛逊加后连杆的 这么一个悬架组合 前铝合筋的控制臂呢 加转向节 更加轻盈 控制臂减重了30% 转向节呢 是减重51% 保持一定的稳定运动轨迹 可以尽可能小的减少车身跳动 使车轮保持一定稳定的 这么一个运动轨迹 还有尽可能小的车身跳动 哪吒L呢 实现了这个多场景的虚拟调教 虚拟模型呢 是经过了40多轮 每轮200多条曲线的 这么一个虚拟调教 而且也实现这种 多路况实车的调教 在主动安全方面呢 哪吒L也是给我们武装到了牙齿 23个周全的这个辅助驾驶硬件 5颗毫米波雷达 加一颗高感知的前式摄像头 以及四颗环式360度摄像头 还有12颗超声波雷达 以及一颗DMS摄像头 将保护做的全全面面 ACC全速自行巡航 加LCC车道居中保持巡航辅助 以及呢 ALC拨杆变道 都为我们在城市行驶的过程中 增加了一次轻松感 而且它也非常贴心的 给我们加入了全自动波车 以及50米的循迹倒车 知道循迹倒车这种功能 我想也有极少数豪华车 才能给咱们配得上吧 在今天试驾过程中呢 我不仅当了司机 而且呢 也有幸坐到后排 当了一回乘客 那给到我非常惊喜的呢 就是它这个底盘调教啊 真的是非常舒适 所以整体感觉舒适度是很高的 而且呢 底盘呢 感觉非常的扎实 韧性很强 即便我们过大多减速控 或者恶劣动面情况下呢 它也会非常积极地过滤掉 这个大的颠簸产生的弹跳 所以无论你坐在 哪吒L的前排还是后排 你都能体现到这种非常舒适的底盘调教 机密方面呢 也是可圈可点 首先呢 在起步的时候呢 没有发动机的讨扰 完全是纯电起步 所以呢 感觉车内非常的安静 即便呢 是在我们高速行驶状态下 发动机有介入 但是呢 它的这个风噪 路噪 胎噪 以及发动机的噪音呢 我觉得控制的都是可圈可点的 而且哪吒L呢 也跟我们配备了天空剧院的 这么一个环绕音响呈现 多达16个扬声器 而且音质还原度相当好 所以当我们带着家人去诗和远方的时候 开启这个音响系统 让你体验音乐听级般的感受 通过两期节目呢 我们分别对哪吒L的静态 以及动态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它真的是一款非常适合家用的大五座SUV 所以我们家庭用车的一些小的细节 关怀方面呢 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呢 如果你是个带爬家庭呢 你会发现这款车呢 也是很友好 它在车内设计方面呢 加入这种圆件的设计 所以宝宝作为车呢 也不怕有这种尖锐角的出现呢 对孩子产生相关伤害了 所有用料呢 都是想这种环保采热呈现 家里有宝宝及老人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信赖它 这台来自山海平台 为你提供了冰箱彩电 大沙发的能载L 能否打动你呢 在你心中 大五座SUV的首选会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跟我们讨论起来 那感谢收看本期事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